欢迎来到美厅 刘伯温一生留下的十五句名言 句句包含智慧 一生一定要读一次 刘伯温、明姬、浙江青田人 是明朝开国功臣、军事家、谋士 以卓越智谋辅佐朱元璋建立明朝 被誉为明朝诸葛亮 朱元璋称刘姬为无知子房野 中国民间广泛流传着 三分天下诸葛亮一统江山刘伯温 前朝军师诸葛亮 后朝军师刘伯温的说法 刘伯温在军事与政治上运筹帷幄 决胜千里 他的制略犹如星辰闪耀 对后世影响深远 一、善仪人者、仁义仪之 善防仁者、仁义防之 善于怀疑他人的人也会被他人怀疑 善于防备他人的人也会被他人防备 一个人若始终怀疑他人 对他人充满防备 那么他人也会对你保持戒备和怀疑 子曰 道不行 成福福于海 从无所好 意思是 如果人与人之间不能彼此信任 那就如同无路可走一般 只能孤立无援 一个人要减少对他人的怀疑和防备 首先要减少自己的偏见和过度管控 才能换来他人的信任与真心 信任是相互的 当你真诚待人时 才能收获真正的友谊与合作 人际关系如同镜子 你的态度决定了他人的反应 要成则成 要紧则紧 二 小人之未得志也 唯唯焉 一朝而得志也 暗暗焉 小人在没有得到志向或诠释时 会表现得低声下气 一旦有一天得志了 便立刻变得傲慢自大 俗话说 得意忘形 失意自卑 这反映了行为上的巨大反差 未得志时 小人往往表现得卑躬屈膝 以求上位 一旦时来运转 便容易傲慢无礼 甚至对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 也不尊重 正如《红楼梦》中的眼高于顶 心惊天上 这种态度变化 无疑会让人失去信任和支持 孔子曾言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期期 做人要坚持谦逊 不因一时的得失改变初衷 唯有如此 才能赢得长久的尊重与信任 三 多能者先经 多虑者先觉 既能很多的人 往往难以在某一方面精通 思虑过多的人 往往难以下定决心 古人有云 博学而不专 知之寡矣 表达的是 多能者难以精通某一领域的道理 陶渊明在《吴柳先生传》中一说 好读书 不求甚解 没有会议 便欣然忘事 提醒我们 只有专心致志 精益求精 才能达到真正的高境界 而对于多虑者 孔子劝告说 不患人之不己之 患不知人也 思虑过多 反而会让人犹豫不决 失去行动的果断 四 识 未知而为之 未知造 识之而不为之 未知漏 识基未导 就急于行动 这种行为被认为是鲁莽 识基已经到来 却不采取行动 则被认为是迟钝的 古人云 鸡不可施 识不再来 说明了把握识基的重要性 知识者为俊杰 行事得当 重在把握时的精髓 不识则弃 持则不及 这强调了 时机与行动间的密切关系 太早行动 可能因准备不足而失败 太晚则丧失了机会 生活与工作中 既不前造超拔 亦不后缓落人后 唯有洞察时机 适时而动 才能行稳致远 避免造语漏之谬 五 有甘苦 常知者识 道有疑险 屡知者知 食物有甜有苦 只有尝过的人 才能分辨 道路有平坦 也有险峻 只有亲自经历过的人 才知道 真正的理解与知识 来自于个人的体验 和实践 正如老子所说 知人者智 自知者明 亲身经历过的人 不仅对外界 有更深刻的认识 也会对自己 有更明确的了解 生活中 无论是干是苦 都是成长的养分 无论是一世险 都是前进的阶梯 只有亲自尝试与经历 才能真正的认识 与理解 从而积累智慧 增进自我 六 愚蠢的人因害怕生病 却总是生病 而聪明的人 因为善于预防危险 从而避免了危险 正如孔子所说 知知者不如好知者 好知者不如乐知者 知者善于在生活中 寻找平衡 享受过程 从中获得乐趣 而非仅仅避免危险 勇于探索真理 勇于实践真理 勇于捍卫真理 就能不畏浮云遮望眼 生活中 知识之所以能够不危 是因为他们懂得面对恐惧 主动预防与解决问题 而不是被动地等待问题的出现 七 三回以眉尺 不如不悔之无忧也 不停地后悔 不如不做后悔之事 更能无忧无虑 正如左传所言 知错能改 善莫大言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但一错再错 终生悔恨 还不如事前考虑周到 避免错误 减少遗憾 俗话说 亡羊补牢 未未完也 能及时吸取教训 改正错误 才可避免重蹈覆辙 行事时应三思后行 反复权衡 方能避免事后悔恨 所以 以预见来规避风险 比事后陷入悔恨 要明智得多 擅长灭火的人 不会迎着烟去扑火 擅长防水的人 不会在水势最急的地方 进行防护 孙子兵法 必是积蓄 这揭示了 有效解决问题的智慧 就是不要 直接面对 最具挑战的部分 而是寻找最佳角度 去破解难题 智慧之人 做事懂得 避其锋芒 利用智慧和策略 以巧取胜 而不是盲目 正面对抗 正如老子所言 知其雄 守其词 明白问题的 癥结所在 却用柔和的方法 去化解 只有这样 才能在激烈环境中 从容应对 达成目标 减少不必要的 损失和风险 九 能赢而不能牵者 虽成必灰 知尽而不知职者 虽得必失 能够充实自己 却不能谦虚的人 即使成功了 也一定会败落 知道前进 却不知道 适可而止的人 即使得到了 也一定会失去 古语云 满招损 谦授意 一个人 如果没有谦虚的态度 即使在成功 也难以保持长久 越满则亏 盛极则帅 任何事情都有其限度 懂得适可而止 才是智慧 智者在追求进步时 懂得适度 而非盲目冒进 贪多必失 求权必缺 人生如行路 须懂得收放自如 张弛有度 方能长久 十 大德胜小德 小德胜无德 德性的层次越高 人生的境界和成就 也就越高 孟子强调 忍者无敌 拥有大德的人 胸怀广阔 于远比那些 仅有小德者 更能影响和感动他人 正如老子所言 大因牺牲 大象无形 大德无形 却如春风化雨 滋养万物而不自尽 小德虽好 但毕竟有限 不如大德广施 但即使是小德 也比没有德性要好 能为自身和他人 带来益处 总结来说 修身养性 提升德性 是通往幸福与成功的 无二法门 十一 江海不予砍井争其轻 雷霆不与蛙隐斗其声 广阔的江河大海 不会与浅小的井水比清澈 雷霆万军的雷声 不会与蛙隐的叫声争鸣 一指 胸怀广阔的人 不会与目光短浅的人争高下 老子 有云 大智若鱼 大巧若捉 真正有智慧的人 不会在意表面的小争小斗 反而显得谦逊和宽容 林则徐也曾说过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只有心胸宽广 才能包容一切 江海宽广 因此不与井水较量清澈 雷霆万军 所以不与蛙隐争鸣 做人也是如此 胸怀宽广 才能看得更远 成就更大 这种大格局 大智慧 正是人生成功之道 只有放下无畏的征道 才能更好的前行 十二 禅不自来 阴遗而来 肩不自入 成细而入 禅言不会自己出现 往往因为有人心生疑虑而产生 挑拨离间不会自己发生 常常趁着人们之间的矛盾和劣系而入 古人云 众口朔金 击毁消股 一旦心生疑虑 禅言便容易成虚而入 破坏信任 正如孙子兵法所言 离间之计 必因其嫌隙 挑拨离间之计 往往利用人们之间的矛盾和不信任 从而达成破坏目的 信任如砖 禅言四奉 团结如铁 离间如稿 真正的智慧 在于保持清醒 维护信任 不让谗言和挑拨得逞 十三 失忆之事 横生于其所得意 人生中的失忆之事 常常源于我们的洋洋得意 得意之时 往往潜藏着失忆的种子 骄傲自满 容易导致失败 古人一云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有备无患 在顺境中保持警惕 才是长久之道 成功固然可喜 但若因此自大 失忆便会接踵而至 莎士比亚也曾说 当运气站在我们这边时 骄傲也站在我们这边 得意食物忘形 保持谦逊清醒 方能避免失忆 凡事三思 不因一时的顺利而松懈 才是智慧的表现 十四 人生五百岁 百岁父如何 人生并不常见百岁寿命 即便活到百岁 又能如何呢 庄子云 人生天地之间 若白居之过系 忽然而已 人的一生短暂如白居过系 时间一晃而过 何必执念于寿命的长短 孔子也说 不患无畏 患所以立 不在于活多长 而在于如何活得有价值 生命非常短所横 更在于深度与广度 与其追求百岁 不如珍惜眼前 活出精彩 做有意义的是 方不枉此生 无论岁月几何 心怀热忱 积极行动 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 绽放无限光彩 十五 虎之越野 必扶乃力 老虎在跳跃之前 必定要先蹲服 才能积蓄力量 跳得更加有力 孙子兵法云积水之极 至于飘食者 事业 是能积累方 能达到强大的效果 古人云 匹极太来 逆境是为了积蓄力量 静待时机 伟大的成就 往往需要叙事待发 如虎伏而跃 叙事方显其微 人生也应如此 只有经过充分的准备和积累 才能在关键时刻 一鸣惊人 急功近利 只会事与愿违 稳扎稳打方能行稳致远 积蓄力量 方能带势而动 大展宏图 订阅 美听 我在这里 祝你生活愉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